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Tiger 今天这一讲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讲解关于这个麦子商城 前端实现的一些基本功能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节的课件 这一节呢,我们主要是在上一节的这个用户注册界面的几组上 来实现这个用户注册的一个前端验证的功能 那么关于用户注册,前端的验证其实呢,有很多种方法 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呢,我们可以用我们学过的这个Jarscript的基本代码来实现 我们在上一个课程当中,就是手把手 教大家去做一个企业门户网站的前端页面 里面呢,给大家专门讲解了如何使用Jarscript函数来实现这个前端的验证 这也是我们在常见的这个互联网开发当中呢,经常会用到的一种方式 那么今天这一讲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另外一种方式 那这一种方式呢,就是利用Jcree这个前端框架来实现这个验证功能 那它基本效果呢,就是当我们点击这个提供按钮的时候 如果它这里面有验证到,比如说非空的,比如用户名不能为空 密码啊,这些不能为空,那么它就会这里呢,给出一个提示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怎么去实现这个验证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呢,我们有一个脚本 然后这里呢,首先,我们可以利用Jcree或者服务端的这个编程空件来实现 那这里呢,有一段代码,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里呢,是我备注的一段代码 首先呢,在我们的这个网页的这个header里面呢 我们需要去引入这三段,这个基本的Js框架 这个呢,我们这个项目当中用的是Jcree1.4,1.1的一个迷你包 好,当然现在啊,应该有1.9这个版本,或者1.8,1.7这个版本都是可以的 这个版本呢,只要是1.2以上的版本呢,1.3以上的版本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这个Jcree.urbandit.js 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Jcree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框架 我们称之为验证的一个库完数 它里面呢,验证的一些基本功能全部是封装在这个Js里面的 这个里面呢,我们待会儿呢,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Js文件 那这个Js文件呢,实际上是在这个Js文件基础之上 进行扩展以后得来的一个 这个是ValidatorMessage,下游线港ZW,就是中文 因为呢,这个Jcree.js,这个Validator.js这个文件呢 它是由外文写的,就是我们英语写的 英语写的里面有些东西呢 这个不符合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些软件的用户 那么我们呢,需要把里面的有些东西把它转换成汉语 那么我们就专门呢,再写了一个这样的函数 去重新的去继承,实现了它这个方法里面的这个内容的一个修改 那么这里面怎么去使用 那么这几个文件呢,首先还引入到我们的这个head标签当中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在head标签里面再写一个脚本 那这个脚本呢,就是这个利用Jcree 去获取这个文档对象,然后把转换为Jcree对象 然后呢,写一个ready函数,ready函数里面呢 我们,好,这里呢,这个form.date去验证这个里面的这个表单 当然这里呢,我没写表单 待会儿呢,我会给大家讲解 实际上呢,就在这儿 form.id呢,和这个id呢,是相同的 然后呢,把这个form,写下来 然后这里面,大家注意啊,这儿呢,table呢,并没有写完完完善 这应该是个table,ok 然后这里个table里面的单元格 好,那么这里呢,有requered,看看没有,requered 这个我们是取自于另外一段css文件 就是这个donator,这个xd面里面的 那这个class呢,我们把它修改成class就可以了 class等于requered class等于requered requered什么意思呢,就是需要验证 需要验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 这几个文件,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这几个文件呢,先拿到我们的这个项目当中 这里呢,为了节约时间呢 我们在这个项目的制作过程的时候 我下来呢,已经把这个 嗯,这几个gss文件呢,复制了进来 然后我们先打开注册的这个页面 注册的页面 然后再,另外 我们现在呢,再打开这里面的这个 vildata.js 这里面呢,有几个文件 我一次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这个 这个是vildata.js的一个基本的验证框架 那这个框架里面呢,有很多代码 这里面的代码呢,我们没有必要呢 一致的去给大家进行讲解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里面呢,有一段代码呢 我们给大家简单提一下 大家呢,有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就是message这里 message呢,就是我们验证的时候 它将提示的内容 那么这个提示的内容呢 这个required required,this is filed is required 什么意思呢,它就说这个字段需要 需要,必须 需要,也就是字段不能为空 然后remote please fix this field 就是必须呢,要去修正这个字段 还有呢,就是email 这个就是验证什么 这个email,邮件,地址 please enter or validate valid,valid,valid,valid email address 就是请填写一个有效的 啊,邮件的地址 然后url,同样的 也就是这里面呢,给我们 已经呢,就是一些常规的 常用的一些 格式呢,都放进去了 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 没有完善的 我就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还会有一些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要验证QQ号码 它是不是QQ号码 对不对 我要验证,比如手机号码 它是不是手机号码 那这里面它并没有 所以说我们还可以呢 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完善 那么怎么完善 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我们就写了一个 有一个扩展文件包 这个扩展文件的介绍呢 这个就是需要用到我们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有需要用到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使用 那这里呢,比如说 好,这个用户名 必须是中文、英文、字母或校线 然后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手机号码等等等等 这些利用正值表达式 这是我们对于这个 完Data的一个扩展 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呢,不会使用这个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 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 完DataMessage 这个ZW的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实际上它是对Message 这个消息里面的内容进行了重写 大家看一下 相当于extend 就是扩展 这个gcree 这个完DataMessage里面的内容 然后把里面的英文的部分呢 全部翻译成了我们的中文 那么接下来就是 怎么去使用这些文件 那么我们这里呢 打开注册页面 这里 然后呢 在这个页面里面 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们这里呢 已经有了这个 zquery.1.41.js 这个呢 是我们之前就有的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呢 先把这个完Data.js 添加过来 然后 还有呢 这个文件 也把它添加过来 OK 这是中文的 那么接下来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里面还有一个 extender.css 来 这是一个cs文件 它里面呢 封装了一些 这个 相应的一些样式 我们把这个呢 把它 也把它拖过来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呢 就是 注意了 在这个body里面呢 我们要给它加上一个form标签 或者呢 就是 需要验证的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儿 在这个里面 给它加上一个form表单 这里 form 然后id呢 给它定一个 form1 OK 也就是这个是我们需要验证的一个表单 好 这是一个form表单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表单呢 在这里 在header 这里面 我们可以呢 给它加上一个 脚本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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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t Gioscript 好 那么这个把它 这里呢 我们首先要把它 转换成一个 把文档对象 Document D-O-C-U-M-E-N-T 然后 Delready OK那么这里呢 我们要去 实现一个验证 把这个form1 这个表单呢 先找到 form1 然后做什么呢 调用这个validate 就是这个 调用validate这个函数 接下来呢 也就是我们现在 调用这个函数呢 实现对这个表单进行验证 注意啊 这里面有几个地方 需要大家 去注意的问题 第一个 这里的这个 input 这里 type类型的 必须设计 类型 另外一个呢 这里用户名 比如说 我们要验证它非空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给它 加一个class 然后requered 然后把这个 添加过来 就可以了 classrequered 然后我们这里呢 来测试一下 好 那么这里呢 页面加载出来了 然后我们点击提交 ok 然后这里呢 就触发了这个验证 然后这里呢 就页面没有刷新 也就是它没有往服务端来进行这个提交 那么这里呢 我们输入一个数据以后 再来点提交 这个时候页面刷新了 它提交了 ok 那么这里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其他的 要验证一样的 我们可以呢 使用class 这个 requered ok 然后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对于邮箱 哈 邮箱这个 来说呢 它这里 除了要验证它为非空以外 还要验证它是邮件格式 那我们这里呢 可以再给它加上一个email 那这个email 这个验证 从哪里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 Validate Message 这个中文这里 这里呢 是专门有针对邮箱格式的验证 我们把这个呢 copy过来就可以了 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邮箱 刷新一下 然后邮箱这里呢 我们随便写一个 它现在呢 不是邮箱格式 那它也会让你呢 就是啊 输入正确的邮件格式 我们这里要随便写一个 比如163.com ok 那么现在这就是一个正确的邮件格式 那这里呢 它就没有任何问题 那其他的呢 一样的 有这个非空的验证 如果是空的 那么它这里呢 将提示 也不能进行提交 好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关于密码啊 密码呢 这里有确认密码和密码 那么这里呢 要他们相同 哦 而且呢 密码呢 我们可以 比如说 至少呢 要六个字符 那也就是这里呢 我们有三个验证 第一是非空 第二 它的长度 是不得低于六个字符 第三 那么这个的这个确认密码的这一项呢 和上面这个是要相同的 那么这个同一个组件 那么实现多个验证 那么该如何实现呢 这里呢 我们要引入另外一个验证框架 也是 直接create配套的一个框架 那么这里呢 就是 大家注意了啊 这个字 decreate made data 我们把它呢 拖到这里来 OK 如果我们要使用多个验证 我们这里可以使用大括号 大家呢 应该学过 数组 那么数组 大括号里面呢 就可以使用数组 的这种格式 比如说 我这里呢 这样 好 然后 这个里面的内容呢 相对说要复杂一点 我之前呢 在这里写了一个demo 大家可以呢 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demo里面的一些东西呢 直接拿过来使用 也可以 那么这里 requare的 mah2 就代表呢 它是需要进行一个非空的验证 然后minnance minnance呢 那实际上也是这里面的 看没有 minnance 就是最少多少个字母串 还有maxness 最长多少个字母串 那这里呢 你可以去完善 我们把这个里面的内容呢 复制过来 OK 那这个就是class 就是非空 它的最小长度为6 那接下来还有呢 就是下边这个 我们先把它copy过来呢 然后再给它进行详细的讲解 然后这个同样的要写一个大括号 那这里面同样的requare2就是要实现它是非空的验证 minnance 就是它最小长度是6 equal to 就是requare2呢 是要指定的是哪个组件 它和哪个组件进行匹配 然后这里呢 我们锦号加上这个id号 就是要指向这个空件来进行匹配 然后呢 我们这里呢 刷新一下 看一下 提交 密码这里 看到没有 输入最少 OK 那么这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我输过1234561234567 那么它就会提示请再次输入相同的值 OK 然后这里去掉以后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式 那你就它这里呢通过了验证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些呢 全部写完 好了 这些呢 它就不会触发验证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验证功能 我们这一讲呢 就主要给大家讲到这里 然后呢 下一讲呢 我们将给大家讲解 这个其他的一些页面的实现 好了 再见